Hello大家好,我是DLBS联合创始人Kathleen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视频平台,我们现在开始吧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DLBS打蓝标,这是第十二课了 今天我们要讲解到的是固定波幅策略 好,今天的议程有先讲解一下固定波幅策略 然后拿它跟保护性买权做一个比较 然后解释一下何为非固定波幅策略 然后今天的例子是XIU 然后介绍一下Options Play 然后告诉你们些免费工具 然后还有一个导师告诉你们 好,我们做个比较 固定波幅策略跟保护性买权 它们共同有的特点就是 我们都可以确定执行价格到期日期 也可以预先收到这个权利金 而且每份出售的合约必须拥有100股 那保护性买权我们先来回问一下 还是拿XYG作为一个例子 交易价格为40 我们通过Finture可以看得出来 它长期是看涨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 卖出一个三个月的看涨期权 执行价格为42.5 那我们的权利金为2.5 保护性百权 其实可以像任何房地产投资一样 对待我们的股票购买 我们需要卖出一个虚值期权的看涨期权 以产生额外的适度收入 然后我们使用Options Pay 帮忙计算一下POW POW我们在第五个视频有讲解到 就是它实现的可能性 然后我们的权利金在第一天也会先收取到 然后我们将权利金给添加到 我们的资本收益当中去 我们讲一下何谓固定波幅策略 固定波幅策略是指 你拥有股票以获取股价上涨 卖出看涨期权以产生收益 并使用该收入以看涨期权的形式购买保险 以防止股价下跌 我们简单来说也就是说 固定波幅策略要有三个动作 首先我们要拥有它的股票 第四就是卖出它的看涨期权 利用所赚取到的钱利金再买一个看涨期权 那我们下有个例子就是XYZ 将一价格为40 我们要做的就是 卖出一个三个月的看涨期权42块5 但买入一个三个月的看涨期权 作为一个保险37块5 固定波幅策略的好处就是在 我们卖出看涨期权产生收益 而当股价下跌时 买入看涨期权限制了下行空间 所以说我们有最大的 我们有这个限制给我们最大的亏损盈利情况 那何为非固定性波幅策略呢 不而言之 这是与固定波幅策略相反的 怎么说呢 就是事实上你没有拥有股份 也就是说你已经卖空了这个股票 如果我要将股票卖空40美元 则与买日相反 我已经以40美元的价格介入了这些股票 并且需要在未来购买股票以后完成这一个头寸 那如果股价下跌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跌到35 我可以买入35 每股我们就收益5美元 但我的收益是有限的 这个就是股价的本身 那如果它降到0块钱 我的理论上来说 我最大的收益是40块钱 那这个比例就是XYG交易价格为40 买入一个三个月的看涨期权 42块5 卖出一个三个月的看涨期权 37块5 我们缩短了基础的安全性 卖出虚值期权 看涨期权 以产生收益 所有的权利金都在第一天之内就可以收取 而我们使用收益来购买虚值期权的看涨期权 那如果说我们担心 如果股价上涨 比如说股价涨到42块5了 那我就要42块5的美元价格买入 而我之前卖出40块钱 同而导致了2块5美元的损失 所以说我们的最大损失是无限时的 因此股价可以涨到多高也是没有上限的 那这时候我就会用非固定性的策略 购买看涨期权来保护我 免受股价上涨的影响 我会卖掉看涨期权来帮助产生收入 以支付看涨期权的费用 卖出的风险通过在开始时 卖空股票而抵向 好 我们今天讲解一下 打开一下我们的Options Pay 然后有Bullish跟Bearish 也就是看涨跟看跌 它会给你一些他们的想法 那看得出来看涨就一个 就是NWC 那我们今天就拿它做例子 NWC 这个News Feed就是可以看出 点进去可以看出 这里面有一些新闻是关于这家公司的 然后点这个Chart 就是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股价的就是过去的趋势 也可以看下面有它的RSI 这里面可以选 把RSI放进去 可以把MACD放进去 任何我们想要的那种指数 都可以放进去让我们看 然后选择Unbearish 就是我看跌 我看涨 左边绿色是看涨 右边是看跌 那我点击的是看涨 然后点击进去 然后找到我们今天 教大家的固定波幅策略 叫Long Call Caller 然后我们再回 第一个按钮那个地方去 可以做一个比较 好 现在我们如果说预测 我们的股票到时候 在到期许的时候价格是这样子的话 一直动的话 那我们的回报率是多少 然后我们的 如果说股价是跌了 那我们的亏损又是多少 通过这个就可以计算出来 同样的 不同的到期日回报率 跟盈亏情况都是不同的 然后我们点击交易 这是我们当初做出来的选择 就是买入一个 看跌期权 卖出一个看涨期权 然后你看这上面有五个按钮 就这五个按钮 这五个按钮 代表的意义都不同 每个点都在这里 如果说我们想要一个 完美的一个期权的选择的话 就是最好这五个按钮 都是绿色的 因为每个按钮 都代表着一种意义 就是每种意义都是不同的 而绿色就是最乐观 最理想的一个情况 我们这些都给细细的在里面看 里面会讲到股票的趋势 市场趋势 然后还有一些Options Play 给你们的分数 然后你们 它的流动性 这些根据 这都是Options Play 它的Database 做出来的一些分析 给我们大家 好 今天我们讲的例子 就到这里结束 然后我简单介绍一下 加拿大股票的好处 来自美元的多元化 我们拥有安全的政治气候 而且与纽约上市相比 我们加拿大的股票 有最佳的买卖价差 这些免费的工具 每节课 我都会推荐你们去使用 因为其实你们真的要自己 点进去看了之后 才发现其实很多网站 是有意义的 而且不一定是要花钱的 就算是一种信息的投资 我信息给你们 好Options Play 左边是英文界面 右边是中文界面 你们在任何一个网站注册呢 都会有一个月的免费 试用的期间 好 这节课很短暂 我希望你们能对 固定波幅策略有所了解 那下一步我们要做的 就是继续学习 在dlbs.ca 继续你的旅程 学习练习和重复 告诉你身边的朋友 加入我们以后的最新的消息 记得尝试去dlbs的市场界面 正的指导服务 好那我们这一课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 再次欢迎来到dlbs大蓝标 再见 好了我们今天讲义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信息是有价值的 可以把我们的网站dlbs.ca 介绍给你身边的朋友和亲人 再次欢迎来到dlbs 我们下次见 再见